我们都知道汽车有三块镜子 左右后视镜及车内的后视镜 这三块镜子就相当于我们背后的眼睛一样 便与我们观察车辆后方的环境 保证行驶的安全性 很多新手在驾校考试虽然通过了 车也能开上大马路 但是关于后视镜的调节方法都不是很熟知 甚至有些事我完全不知道 今天老司机就带大家来聊一聊后视镜的调整方法 在调整后视镜前需要保持一个舒服方便驾驶的坐姿 视野清晰方向盘也顺手的状态 调左右后视镜的时候先找地平线 其实地平线也不是那么好找 所以你可以选择天空与地面各占一般视野的情况 按照在镜中车身和路边的比例1比4来调整 这样能够清晰的看到后方车辆 调右后视镜的时候则会有一点区别 因为驾驶位在左边看右后视镜会有视觉差 所以我们可以遵循天和地4比1的比例来调整 车身与路面同样按照1比4的比例 角度过大反而会影响安全 调节车对后视镜就非常简单了 只需要在后视镜中看到后窗的事物就行 天和地还是依照1比1的比例调整 看过这个视频之后 是不是感觉自己的爱车 左右后视镜调节的都不够准确呢 没有关系 你可以试着去调整一下 你会发现视野一下就明亮清晰了很多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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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